丙烛夜话说天地信手拈来道玄机 大家好 在我们现场的就是李明信先生 李先生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请李先生 给大家讲一下 2019年下半年 因为已经7月份了 然后已经过半了 这一年 那么十二生肖的运程运势到底如何 19年对十二生肖来说 是个什么样的年 有没有总体一个概念 2019年叫几亥年 几亥年大家很熟悉的就是猪 那几它是天干是属土 那地支它是属水 所以基本上你从整个挂 从整个天干跟地支而言 它是土克水 它是一个相冲相克的一年 所以大家都不好吗 这一年 这一年基本上是一个冲突的年 或者是说有些人的疾病就会比较加重 尤其是说你跟像糖尿病的疾病 土克水或者是属于皮根肾方面的疾病 然后我会跟大家来绿一下 但是有一些属于属于比较战斗型的人 也就是天下这个就怕天下不乱 天下乱它才有利可渡 川普吗 所以你在几亥年的时候变成说 你就多了一个战场 所以很多东西你看同样是下雨 那这个你有雨伞的人你就不担心 那没有雨伞的人你就会害怕 那同样几亥年对于很多人而言 当你有战场的时候这是一个动荡之年 所以对喜欢有战场的人 几亥年也是一个蛮不错可以翻身的时候 那当我们在讲运势 尤其现在已经是7月10号 也就是一年的运势 一年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 所以这时候倒是可以坐下来 请你来想一想 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应该要做如何的盘算 老虎跟兔子 他们今天这个身体怎么样 或者是事业怎么样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 不管你是属老虎或者是属兔的 叫做属在五行上叫属木 那属木的话呢 这个属木木会刻土 那水会泄木 也就是水会泄给木 木会来刻土 但会有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先从疾病上来看 木会刻土 我们在中医里面叫做干气饭味跟干气饭皮 什么叫干气饭味跟干气饭皮 干它是属于一种情质上的一种疾病 也就是你常会发现你今天心情不好 你那个就没有食欲 那你今天你受到很大的压力 平常都没事 可是刚好你在这一阵子 你就会觉得这个胃酸会导流 或者是你会有恶逆 或者是你常常会有这个胃火会上演 也就是在今年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 属老虎跟属兔的人 你不要让情绪上的一个问题 影响到你一个正常的身体上的一个状况 因为今年这个木啊 它在扮演一个通关的一个角色 叫水会生木 那木会来刻土 所以不管是属老虎或者是属兔的人 它在今年那个通关就很重要 通关是这样 你通得好叫上通下达 呈先起后 一切都诸事顺利 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当你通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叫什么叫想木通啊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很多东西明明 你可以稍微有一个说法 或者是退一步的感觉 但是你就是往前走 就会让自己更紧张 好这样就要来说到属老虎的人 属老虎的属老虎的人叫银亥会核化木 银亥会核化木看起来很好 它是合成一个叫做六合 那个六合就是今年属老虎的人是泛桃花 也就是今年如果你想要结婚啊 或者是说你有很好的对象 你想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计划 或者是发展 今年可是你的一个大好机会 可是我刚讲了 那你千万要处理好你情绪上的问题 如果你在情绪上开始想不通 开始纠结 开始上冲下洗 就变成得失心太重 那这个得心心太重 小心就会影响到你身体上的一个状况 所以真正来犯 那当然桃花的是属老虎的人 但属老虎的人你就更要在这个所谓情绪的一个修炼上 你不要这个我们说欲速责不达 想要紧紧的抓住 反而一不小心你就失去了 尤其在下半年的时候 现在夏天又进来了 木会生土啊 那个木火的力量这么强啊 小心啊 太在意一些事情 或者是太在乎一些感情 或者是太在乎一些得失 或者是说你有些什么生意 有些事有些什么事业 你心中有太多的计较 用的字叫计较 就是说心要放宽一点就是了 一有计较心情就郁闷 心情郁闷就干预 一干预的话就干火上沿 或者是 肯定会有问题 身体会有问题 那血压就会胜高 那这个脾胃 这个脾根胃啊 脾的话影响到脾肤 会有胃口影响到胃 那小心胃火上沿 就会开始有牙痛或者是眼痛等等 你会发现一些相关的疾病出来 甚至什么 甚至你会有这个胃火的疼痛 就是前额啊 这边你会觉得 哎呀怎么口那么痛 也就是说你属老虎跟属兔的人 不要让情绪的问题 变成是一个非常干扰你的一件事情 否则如果你能够流动的话 在今年几亥年啊 属老虎跟属兔的人 是一个很好的通关一年 叫做上通下达 但是不要被情绪所影响 也就是自己要想开一点 说白了对吧 遇到任何事情要想开一点 这个我们说想开啊 说起来容易 对没错 做起来难 做起来难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真的想不开 你一定要找一个知心好友 或者是寻求 来倾诉一下 老师来帮你来指点一下 或者是真不行 就要找医生来吃一点疏肝解育 我刚讲的就是那个干育气质 干育气质常会觉得胸口很闷 好像有个没合气 没有办法出来 或者是肝火上眼 肝火一上眼啊 就会嘴干舌照 眼睛就开始觉得非常的干涩 颠顶会头痛等等 这些所有这个肝的 这些有关肝的症状就都会出来 那尤其在胃口上面 自己也要稍微注意一点 是的 所以这是从身体上 那么其实 刚才李先生说到 就是说如果是按照 他们这个虎和兔的这个情况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是说在事业上的话 也是不要太计较 对不但不要计较 而且你刚刚知道叫以和为贵 因为银亥和化木 就是老虎跟猪会和化木 那亥跟卯 也就是猪跟这个兔 它有三和 一个六和 一个三和 一个阴阳和 一个是阴阴和 所以不管阴阳和 或者是阴阴和 对属老虎跟属兔的人 今年是你一个大和的一个日子 你跟谁都好 你跟谁都有机会 但是内心一定要维持一个稳定 不要有太多的计较跟得失 那相信在下半年 你一定可以乘胜追击 我相信今年年上半年已经很不错了 那下半年再下一层 那就好 证明这个虎和兔 其实今年是很不错的浴室 对对对 希望大家继续好下去 好 今天这个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在线 也谢谢李先生给我们做出的分析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朋友 对 也谢谢各位网友 这个关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些呢 都是这个您信 则灵 这个不信也就是听一听 这个都没关系 但是我们就是中华的文化非常的有传统 而且非常的深奥 所以我们也希望从中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示 或者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未来的一些方向 假设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不信有你就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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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